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用心顾健康 我是何品仪 一开始我们带您看到现在时间进入到5月 却出现了流感的高峰期 在上个礼拜光是门诊的就诊人次就已经超过了5.8万人 而且以每周一层的速度在成长 医事分析原因是因为国人现在防疫松懈 加上在去年10月打的流感疫苗 现在剩下大概三成的保护力 因此机关署宣布要扩大公费领用客流感的期限到5月31号 让近年变成近年最晚的一次 类流感门诊大人小孩排得满满满 明明已经到了5月天气炎热 却意外迎来流感高峰 上周类流感的就诊门次超过5.8万人 成长10.2% 两周内还会上升 没有因为夏天的到来而趋患 是因为的话我们之前的时候 大家都做那个自我隔离都做得很好 口罩戴得很好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很宽 然后的话呢 那个也都有常洗手 但现在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两个礼拜六礼拜天 大家几乎是磨肩磨肩掌场的 都在百货公司里面 还有吃饭的地方 大家完全忘记距离这件事情 拿出诊所剩下的最后三四支流感疫苗 不少民众预约不大 因为去年十月接种的疫苗 到现在保护力只限下大约三成 医师提醒 这一波流行已轻壮年 占了病患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六十 很多人以为只是普通感冒 就没有就医 反而引发支气管慢性发炎 眼看疫情成长迅速 机关署宣布延长扩大领取 公费客流感的时间到五月三十一号 变成最晚的一年 还要考虑引进长效型的左击疫苗 让65岁以上长辈接种 降低重症机会 八大新闻和平李松原采访报道 我们带您看到近年来 国内造成肝癌的危险因子上面 有一些改变 过去我们都会觉得 在肝癌上面锁定在B肝跟C肝的患者 因为他们比较容易得到肝癌 不过现在因为国人肥胖问题加剧 所以脂肪肝成为肝癌的危险因子之一 医师建议如果您的年龄超过55岁 或是本身有脂肪肝肝功能异常 都要定期来做追踪 最好除了多运动之外 饮食上面也要控制卡路里的摄取 减少脂肪堆积 大口吃肉热量跟着下肚 如果再不运动忌口 恐怕会堆积脂肪 更可怕的是现在比起B肝和C肝 脂肪肝成了罹患肝癌最主要的危险因子 那在全面施打B肝疫苗 而且C肝也有药物可以治疗的情况下 B肝肝其实在台湾的防治是越来越好 会慢慢消失的 反倒是因为国民因为肥胖过重的关系 而导致脂肪过度累积 那形成的脂肪肝 这个可能才是未来的国民病 临床显示 每年新增的肝癌患者中 有四成在确诊前从来没接受过肝炎筛减 进一步分析这些患者中除了主要是肝炎病毒代源者之外 第二多的就是患有脂肪肝 而脂肪肝不只可能会罹患肝癌 还有高血压高血糖以及肝硬化的风险 误解以为不吃油就不会有脂肪油脂的问题 那实际上七到八成的脂肪是自己身体合成的 只要你吃的营养量过高 卡路里过高 你的身体会自动转化成脂肪 所以我们要在意的不单纯是食物种类 而是总卡路里 建议超过55岁的民众 或者是有脂肪肝肝功能异常者 要定期接受肝炎筛减和腹部超音波检查 提高警觉 八大新闻需要左路自行台北小岛 美宇封面报道代表美宇季正式开始 皮肤科医师就表示呢 最近在门诊像是这个患剂失诊的民众 还有意外性皮肤炎的患者都已经增加超过一成 医师就说如果想要改善的话呢 有一些小方法 像是保持干燥 还有选择透气的衣服 另外擦防晒油 避免太阳刺激也可以有帮助 不过这边特别提醒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自己去买一些湿疹的药膏来擦 因为这些药膏呢 里面大多含有肋骨唇 它会让问题越来越严重 抓到枕片破皮流血 湿疹发作起来又红又痒 特别是进入梅雨季节 潮湿闷热让皮肤门诊的湿疹 异味性皮肤炎 还有汗泡疹的病患增加超过一成 天气不稳定有人会打喷嚏吗 其实它跟皮肤的痒是同一件事情 就表示其实这些人比较有过敏体质 那当然比较常见在这个时候 会变得比较严重的是 异味性皮肤炎 直漏性皮肤炎 还有汗泡疹就是手脚长泡泡 除了突然的潮湿闷热 会刺激体内组织胺活化 变成湿疹过敏的关键因素 想要避免皮肤反复弘氧 除了接受过敏源测试 避开过敏物质之外 还有保持干燥凉爽的环境 使用防晒油避开阳光刺激 以及挑选透气衣物 另外医师提醒 万一湿疹皮肤炎发作 千万不要自己买药膏来插 否则恐怕越来越严重 其他就是乱买药就是因为 它有一些肋固醇 所以其实有些人 他擦到不适合的肋固醇 就开始会有些肋固醇的副作用 譬如说会长毛浪烟 然后甚至皮肤变薄这些 解释市售的湿疹药膏 多含有肋固醇 久遭性皮肤炎 或是皮肤较薄的民众 不适合使用 还是想办法降低环境的过敏源 才是杜绝问题的根本之道 巴辣新闻和平李松原采访报导 而同样在夏天 因为肠流汗 异味性皮肤炎的患者不断增加 而且生活也出现了很多的困扰 根据统计 全台有超过30万人 罹患异味性皮肤炎 当中25%的青少年 他们会抓到发痒 甚至皮肤溃烂 而且反复发作 变成重度的患者 最有效的标靶 口服药物一次药价 3万块钱 很高昂的收价 现在健保再度放宽 要把口服免疫制剂纳入脊肤 达达篮球挥洒汗水 今年26岁的赖同学 可以在太阳底下自由活动 但是在两年前 他的皮肤可不能晒到太阳 整个胸口大片红点结痂 甚至还有抓痒的伤口 这就是异味性皮肤炎 全台湾大概有30万位的患者 几乎都在出生2到3个月就发作 大部分都是免疫系统失调引起 除了会红肿搔痒 严重的还会伤口溃烂 而且部分一直到成年 约38%会是中重症 甚至有25%的青年属于重症 尤其现在正值夏天 流汗就会恶化 晚上的时候你就是没办法好好睡觉 那隔天一整天下来 你几乎都会精神状况 都会非常的补气 对 然后就是可能想运动啊 还是什么都会很受险 对 目前异味性皮肤炎 治疗轻度的 可以适当擦乳液保持湿润 中度的则是开始涂抹 类固醇药物或是照紫外线灯 而最严重医师就建议 使用免疫抑制剂 但新的口服药物 一次就要2到3万 对病患来说负担非常高昂 在服用了两种口服的药物 加上照光各3个月之后 还是病情严重 这时候医生就可以帮忙申请 来使用这个健保 继生物治疾之后 健保开始给付12岁以上 异味性皮肤炎患者 新型口服标靶药物 临床也已经有不少患者的皮肤 重获新生 医师就表示 这些都是稳定且副作用小的 用药新选择 本来新闻林文 卢志行 台北财阳报道 最后我们带您来看到 如果壮世代想要减重 吃的清淡 热量不够 加上少运动 不但营养不良 还会有肌手症的危机 65岁以上男性 发生肌手症的比例 有23.6% 女性也有18.6% 所以如果是熟灵来减重 医师表示 应该要以增肌减脂为主 而且提醒 不是说只有一点点微胖 就一定要来减肥 有睡眠呼吸中止症 三高或是BMI大于30 甚至是关节已经出现了一些问题 这些才是减重的首要族群 又是练二头肌 又是练脚力 高龄想要减重 真的不能 只是少吃 一定要多运动 因为根据统计 50岁以上 平均每年减少0.5% 到1%的肌肉量 65岁以上族群 肌手症的比例 男性有23.6% 女性也有18.6% 增肌减脂相当重要 不然姬小镇找上门 更会增加死亡风险 有时候老人家饮食会比较不好 所以怕说饮食不好 体重又降低的话 容易感染 容易造成失能 容易造成跌倒 所以要一点点本钱 稍微重一点点 但是不要太重 医师表示 高龄者减重 不可以吃得太过清淡 只挑软的吃 三餐也不能够不定时 因为可能会有肌尾性肥胖症 所以医师建议 高龄者如果微胖的话 也不一定要减重 除非有四种状况 如果身体质量指数大于30 如果有三高的问题 如果有关节的问题 如果有呼吸睡眠中止的问题的时候 那就建议做适度的减重 为了减重少吃 热量不够 营养不足 反而可能会让肌肉量 大大的减少 罹患肌少症的长者 容易因为四肢无力 平衡变差 跌倒风险也会增加 所以不得不防 八大新闻综合报道 锁定八大名声新闻 记得按小铃铛哦